字幕提供 哈囉 我是Tim 今天就要介紹兩個 非常有趣又很刺激的 競技類型四丈運動 讓我們看看到底是什麼吧 今天第一個要為大家介紹的 視覺招礙者競技類型運動是 盲人棒球 聽起來是不是很令人熱血沸騰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1 2 3 準備 開始 大家可以看到這顆球 是說非常特別喔 因為這個球中 其實藏了一個蜂鳴器 那是為了讓市場朋友們 可以透過聽音變位的方式 將球擠出 很酷吧 準備 準備 開始 在盲人棒球的這項運動競技當中 注意的是壘包 只有一壘跟三壘 沒有二壘喔 而且我們的壘包 則是以柱狀的方式樹立 他們同時也會發出聲音 為了就是讓市場朋友們 可以聽音變位 還有一項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的頭補打是同一對 而且只有好球沒有壞球 為了就是要讓球可以順利的發出 很酷吧 第二個要跟大家介紹的 市場競技型運動 是盲人門球 盲人門球是以三人共同合作 以身體側身擋球作為防守的一項 精彩又刺激型的運動喔 盲人門球的比賽用球 為重1250公克 大小呢 跟籃球差不多 也別於盲人棒球 內部裝置鋒鳴器 盲人門球 僅是將鈴鐺裝置在球內 球面上會有八個小洞口 可以說是非常考驗選手的聽覺能力呢 盲人門球的球門寬9米 高1.3米 球場長度有18米 非常非常的寬 三人以身體側躺 作為防守 共同合作 很酷吧 盲人門球也是一項非常講求 高度專注於反應的活動 所以當觀眾朋友 你們去看比賽的時候 切記不要發出任何聲響 以免影響比賽的進行喔 但是呢 當選手攻擊球得分 還有球出界的時候 還是可以給予掌聲 來鼓勵選手的 視覺障礙者的競技型運動 都會非常要求選手 在當下需要高度專注 觸其耳朵認真聽音變位 同時呢也會要求選手 需要貼眼貼戴上眼罩 比賽時在自己的防守區域 身體下蹲 帶對方丟出球 用身體防守 手出後再拿球反攻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刺激的 競技型運動 大家趕快動起來 一起投入視覺障礙者的 競技運動裡 讓我們一起 愛運動動外 Together We Move 東西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我們 motiv 我們會去聽